原标题 黄子恒昨日已经回应传媒承认曾经与该名女粉丝发生性关系 但就再三否认自己是胎而经手人 黄子恒更表示愿意接受DNAN正已表自己的清白 不过女方就一口咬电 二人曾发生两次性行为 最后一次在本年7月份 当时与黄子恒发生性行为之后 不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初次怀胎的女粉丝手足无措 不停联系黄子恒 但对方始终灵回复兼失联 在伤心欲绝之下 女粉丝唯有采取极端手法 向媒体曝光事件 是要报复渣男的寡情薄情 女粉丝不断将自己与黄子恒相识 到发生关系的经过公布 正曝光了黄子恒发 给她的语音和对话解读的 语音中显示黄子恒曾哭 这求女方原谅 觉得自己伤害了她 虽然丑闻缠身 但功还得继续开 今日黄子恒依然正常开工 为TVB新剧拍摄 不过期间就明显没有任何的笑容 表情甚至木讷 愁眉鼓劣 似乎被桃色丑闻影响了心情 但导演一觉开机 黄子恒还是十分专业 即可投入戏中 下午四点十分 黄子恒拍完了当天的戏份收工 准备离开现场时 一脸沉重的黄子恒接受了传媒的访问 问到现实心情如何 她却直入主题表示 想想得好简单 这一年半我都没有和她见面 所以若果她所讲的那件事是有发生的话 我当然会负责任 有没有再找那个女粉丝 要回应的已经回应了 问到为何要等事隔年版 女方才突然有如此过激的行为 黄子恒则沉默不语 似乎还未想好如何应答 才最为安全 问她的心情可有影响工作 她说 心情肯定都会是有影响的了 至于如何处理及解决事件 她又沉思十秒才在开口说 让我冷静一下先吧 有需要是会有DNA by bwd6